当你累到无力,内心深处总是渴望一份安宁与平静,随着这份渴望走下去,我们真的找到了自己想要的那个精神之家,这个家不在别处,也不是一间屋一座院,它是一种自在静心的感觉,是一种抛开浮华和纷争, 回归内心的简单和宁静,生命起始之时,最初的那颗心除了清静透明什么都没有,可是在红尘俗世中混得久了,这颗心好像什么都沾染上了,其实只要你静下心来就能发现,这颗心原来还是什么都没有,但是我们却误以为塞满了很多东西, 于是心念被打扰,就像石块落入水中,引起了内心的层层波澜,当人被繁杂迷了心窍,一切纷扰就会纷至踏来,在不断的求索与挣扎中,有时候心会越锁越紧,越来越浮躁迷乱找不到方向, 于是不自觉中我们已经失去了自主能力,跟着情绪走了,或者跟着诱惑走了,一路走去却发现烦恼越来越多, 其实很多营绕心头的烦恼,不是因为它本身有多麻烦,而是因为我们总把它放在心里,回头的瞬间,你会发现,原来追求外在的浮华只是一种诱惑, 人在诱惑之下会离自己的内心越来越远,红尘纷扰的人生路上,人们很容易在诱惑中变错了方向, 在名利相征中远离真实的自己,倒不如驻足片刻,调整好呼吸,聆听自己真实的内心, 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更宁静,才能让内心清澈如初, 生命才能重新调整平衡,让生命回归平衡,是一种解脱生活桎梏的大智慧, 生活没有上下线,只有心静下来,才能感受到路的平寒,才能有宠辱不惊的定力, 有一切顺其自然,我当宁静致远的超然,喧嚣中的一份宁静,繁杂中的一份简单, 绚烂中的一份素雅,都给了自己的灵魂一份超脱,无论事实多么繁杂, 独守一份宁静的美真的很重要, 没有欲念心才安宁你生活的每一天都有很多琐碎的事情发生, 如果你一直将这些琐碎的小事放在心头,那这一天的烦恼就会延绵不断, 你的心很难与宁静相伴,只有放下烦恼心才能得以宁静, 很多萦绕心头的烦恼,不是因为它本身有多麻烦, 而是因为我们总把它放在心里, 红衣法师为世人指点迷途, 世间烦恼都是由念而生, 放下欲念是一种内心境界, 若放不下便饱受烦恼折磨, 放得下内心才能坦然宁静, 只需轻轻拂去灰尘我们本无需那些华美的装饰, 擦去墙壁上的尘土, 墙壁就是崭新的, 卸掉内心的伪装和掩饰, 心灵就是纯净的安宁的, 所以你只需要擦去尘土, 卸掉伪装便能找到一直渴望的精神家园, 世间色、生、香未常能狂惑一切凡夫, 另生爱助, 色、生、香、味、处是五尘, 属于物质, 再加上一个法, 名为六尘, 法属于知识, 眼所见者为色, 耳所闻者为生, 鼻所嗅者为香, 舌所长者为味, 身所接触者为处, 这都是外面的环境, 容易迷惑人, 令人生气贪嗔吃慢, 为了追求物欲享受, 使人生气爱助, 一爱一执着, 毛病就来了, 心被境界所转, 即是凡夫, 佛在一切经论中, 常常提醒我们要修行, 行事生活行为, 在生活行为中难免发生很多错误, 修正错误的行为为之修行, 五尘都是虚假的, 可以受用, 不可以爱助, 佛菩萨对五于六成亦享受, 但不执着, 没有爱取有, 没有分别执着, 永远在定, 追求外在的浮华是一种诱惑, 人在诱惑之下, 会离自己的内心越来越远, 所以我们只需要将内心的灰尘擦拭干净, 才能感受到真实的自己, 才能在真实的自我面前更勇敢, 更坚定, 用真实和坚定筑起的心灵之物, 才是内心疲惫时的栖息之地, 舍弃繁杂见真谛埋头于繁杂的事物, 心里装着繁琐的笑识, 你将永远也无法拥有一颗清净豁达之心, 舍弃心中的繁杂, 那份清透便如天类之水注入心田, 杯子里装满了旧水就不能再装心水, 人的脑子何尝不是如此, 脑子里就有的意识和经验 会排挤外界新传递来的信息, 新信息就很难被接受, 一个人要想获得新的信息和知识, 就必须铲除之前的妄想和先入为主的思想, 平和由心而生平和是一种心态, 拥有这种心态是一种幸运, 更是一种气度, 修一份平和之心, 内心才能多一份淡雅之情, 当每天的太阳照常升起, 我们并不感觉到这是一种多么大的赏赐, 而只有我们失去光明, 失去温暖的时候, 才会真正了解此刻是多么幸福, 凡是你想控制的, 其实都控制了你, 当你什么都不要时, 天地都是你的, 遇见是因为有债要还, 离开是因为债还轻了, 前世不欠, 今生不见, 今生相见, 定有亏欠, 缘起我在人群中看见了你, 缘散我看见你在人群中, 上传不思岸上人, 下传不提传上事, 旧人无须知近况, 新人不必问过往, 如果流年有爱, 旧心随花开, 如果人走情凉, 旧手心自暖, 不要害怕失去, 你所失去的, 本来就不属于你, 也不要害怕伤害, 能伤害你的都是你的结束, 繁华三千, 看淡了极是浮云, 烦恼无数, 想开了就是晴天, 你以为错过了就是遗憾, 其实可能是躲过了一劫, 别贪心, 你不可能什么都拥有, 也别灰心, 你不可能什么都没有, 所愿所不愿, 不如心甘情愿, 所得所不得, 不如心安理得, 你信不信有些事, 老天让你做不成, 那是在保护你, 别抱怨, 别生气, 世间万物都是有定数的, 得到了未必是福, 失去的未必是祸, 人生各有渡口, 各有各周, 有缘躲不开, 无缘碰不到, 缘起则聚, 缘尽则散, 人不可能每一步都正确, 不用回头看, 也不要批判那时候的自己, 要始终相信, 所走之路, 所欲之人, 所留之遗憾, 都是应该经历的, 无论你遇见谁, 他都是你生命中该出现的人, 绝非偶然, 他一定会教会你一些什么, 逢人不说人间事, 便是人间无事人, 可以谈天气, 说日月星辰, 花开花落, 只是不要说人是非, 不要去触碰人间的纷扰, 只是纯粹地感受人间的美好, 拒绝琐碎的对话, 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有用的事情上, 你会渐渐明白, 失败不算什么, 因为它好过你曾经主动地放弃, 撒谎不算什么, 因为它好过你曾经愚蠢, 被甩不算什么, 因为它好过你抢先分手, 还以为占了多大便宜, 我们学会了了解自己, 才知道自己多么不堪, 我们学会了了解别人, 才知道别人多宽容, 能耐得住寂寞的人, 是有思想的人, 能忍受孤独的人, 是有理想的人, 欲试能屈能伸的人, 是有胸怀的人, 处世从容不迫的人, 是个淡定的人, 经常微笑的人, 是有头脑的人, 看透天下世的人, 是有智慧的人, 欺骗过你的人会替你生病, 欺负你的人会替你受苦, 打压你的人会替你遭殃, 不还你钱的人, 会替你挡灾, 因果有轮回, 苍天饶过水, 你只管善良, 不要去怨恨别人, 怨恨会伤到自己, 把一切交给时间, 与人为善, 福虽未至或以远离, 与人为恶, 或虽未至福以远离, 一念执着万般皆苦, 一念放下便是重生, 当你决定放弃一个人或一件事情时, 其实是放下了自己内心的执念, 终于放过了自己, 释怀曾经, 是给自己机会, 给自己未来, 也是给别人自由的空间, 当你的修为越来越高时, 就会真正理解周围的每一个人, 没有好坏, 没有对错, 只是各自处在不同的能量频率中, 显化出了不同的状态, 做了不同的选择, 有了不同的语言和行为, 明白到了这一点, 你就会生出真正的爱和慈悲, 也就会允许接纳包容善待以及真诚, 终有一天你会静下心来, 像个局外人一样回顾自己的故事, 然后笑着摇摇头, 浮生不过梦一场, 一切皆过眼云烟, 努力了, 尽心了, 珍惜了, 得失看淡就问心无愧, 坦然前行, 你若不伤岁月无恙, 能够治愈你的, 从来都不是时间, 而是内心的那份释怀和明白, 任何关系, 走到最后只不过是相识一场, 有心者必有所累, 无心者亦无所谓, 情出自愿, 不谈亏欠, 一念起天涯咫尺, 一念灭咫尺天涯, 前世的缘分, 今生的相遇, 来生的回眸, 缘起缘灭缘自在, 情深情浅不由人, 不要读天意, 不要测人心, 天意你赌不起, 人心你猜不透, 人这一生没有多少时间可以挥霍, 踏实一点, 务实一点, 和谁在一起轻松就和谁在一起, 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掏心掏肺, 遇到不长久的缘, 不思不念, 缘分这东西, 来时不需你同意, 去时不征求你意见, 思只会庸人自忧, 念不过是自寻烦恼, 心放宽, 是看淡, 情随远, 路看远, 拥有时真心相待, 离开时坦然目送, 你所有的压力都是因为你太想要了, 你所有的痛苦都是因为你太较真了, 有些事不能尽如心意, 就是在提醒你该拐弯了, 不争是慈悲, 不便是智慧, 不闻是清静, 不看就是自在, 都是皇权欲约客, 何必为难每一天, 凡事看得太透, 人间便无趣了, 懂得放下才能更好的前行, 世间万物, 烦扰人心的东西数不胜数, 不少人因为这些搞得痛苦不堪, 身心疲惫, 心要简单, 人要糊涂, 得诗看淡, 才会活得自在顺遂, 清醒时做事, 糊涂时读书, 大怒时睡觉, 独处时思考, 学会看淡得诗, 懂得圆距圆散, 凡事随遇而安就好, 求不得是常态, 不圆满是生活, 所求非所得, 未必是遗憾, 也许会以另一种方式得以圆满, 人生本就是一出戏, 初看不知戏中意, 再看已是戏中人, 戏散取犹在, 未见当初梦少年, 人生本就有几多艰难, 你又何必实实为难自己, 如果一个人总是影响你的情绪, 让你烦躁, 让你不安, 而你自己又无法改变的时候, 也许离开是最好的选择, 离开某些人, 不是因为他们不好, 而是和他们在一起时自己不好, 不要后悔对任何一个人好, 哪怕是看错人, 哪怕是被辜负, 哪怕是撞难强, 因为你对他好, 不代表他有多好, 只是因为你很好, 你必须熬下去, 是必须, 当你熬过去了以后, 你就会对这个世界上, 任何一样东西失去兴趣, 包括你心爱的人, 因为没有人知道, 你一个人走过那段难熬的日子, 是多么的无助和崩溃, 熬过去了, 你就会变得无所畏惧, 蜕变才能让自己强大, 灭盘才能让自己重生, 逆风才能让自己翻盘, 等你熬到心中无爱无恨, 无他人的时候, 你就重生了, 过程虽然很痛苦, 到时候你就会发现, 失去比拥有更踏实, 人生粗茶淡饭不要紧, 朋友散场没关系, 只要你拥有热气腾腾的灵魂, 日子就不会差, 关关难过关关过, 挺过去人生就会波云渐日, 豁然开朗, 不要和过去过不去, 因为它已经过去, 不要和现实过不去, 因为你还要过下去, 来者要惜, 去者要望, 一念花开, 一念花落, 不抱怨, 心中无辰便是净土, 人生千千节, 就有千千节, 你的节, 就是你的节, 解开一个节, 才能度过一个节, 人生苦短, 世事繁杂, 走不出自己的执念, 到哪里都是牢笼, 再大的事, 三年之后都是小事, 再苦难的事, 三年后也都风轻云淡, 为何不借三年后的心态来过当下的生活, 人到晚年, 能依靠的不是子女, 而是要守住两样东西, 这才是真正的大智慧, 一是健康, 二是强大的内心, 你以为你失去一个为你撑伞的人, 能折磨你的, 从来都不是别人的绝情, 而是你心中的幻想和期待, 其实分开后才发现, 你的世界根本就不下雨, 无论别人怎么对你, 都要善待自己, 顶天立地做人无愧于心, 光明磊落做人无悔于人, 在自己的世界里, 独善其身, 在别人的世界里, 顺其自然, 纠结别人的恶, 折磨自己的心, 放下别人的错, 解脱自己的心, 你伤悲, 忧的是自己的情绪, 你急躁, 扰的是自己的清静, 做事从心起, 看淡一身轻, 忍让一步, 妒忌一生, 有福之人, 必有情结之痛, 多数人在经历情结之后, 丢掉了半条命, 但正是这场情结, 让你完成了救赎和涅槃, 让你学会了放下, 学懂了人性, 让你变得更加强大, 学会善待自己, 放过自己, 不再自我消耗, 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 当你的心变得很冷漠, 又开始独来独往, 眼神愈发地坚定, 做事杀伐果断, 一心只想着怎么提升自己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 那个身披铠甲的你重生了, 心不死则道不生, 倘若穷途陌路, 那便是如破竹, 身不苦则福禄不厚, 心不苦则智慧不开, 世人只知道凤凰可以重生, 却忽略了他在烈火炼狱中挣扎的环节, 所有大彻大物的人都曾无药可救过, 心不死则道不生, 人的末路就是神的开端, 独处是为了不陪他人演戏, 不争是为了放过自己内心, 远离是对伤害最大的鄙视, 人与人之间最好的关系是没有关系, 不远不近的关系适合所有情感, 因为与任何人走得太近, 都会是一场灾难, 你忍住不联系一个人的时候, 他也许庆幸你没有去打扰他, 你以为不主动就会错过, 可在他眼里就是解脱, 他不找你是因为他想摆脱你, 你不找他是因为你在硬撑, 你和一个不爱你的人去比心狠, 你哪来的胜算, 相逢的意义在于照亮彼此, 不然的话, 一个人喝茶也很浪漫, 一个人吹风也很清醒, 缘分本来就稀薄寡淡, 相伴一成已是万分感激, 没有什么东西是一成不变的, 没有谁能一直陪着谁, 只要同行的时候是快乐的, 就是最好的相遇, 至于怎么走散的并不重要, 尽力之后, 选择随缘吧, 人的手就那么大, 握不住的东西太多了, 世间一切皆为空欢, 没有一样东西真正属于你, 你来皆大欢喜, 你走两手空空, 唯一属于你的, 就是你活着的每一个瞬间, 生活告诉女人, 谁都不容易, 现实告诉女人, 不经济独立, 下场不是被抛弃, 就是嫌弃, 女人不能靠感情和不值钱的西北风活着, 赚钱和爱自己, 永远是第一位, 靠谁都不如靠自己, 别人的屋檐再大, 也不如自己游把散, 与你有缘的人, 不用留, 不用求, 这是命中注定拥有的, 与你无缘的人, 何必留, 何必求, 全是不可触及的虚空, 缘妙不可言, 缘顺其自然, 真正的缘, 是遇见之后不离开, 是久处以后离不开, 人生不过三万天, 借腹皮囊而已, 生命没有永恒, 时间已到, 该老的老, 该走的走, 临了空空, 没你也没我, 无遗物带走, 我们最终只是时间的过客, 何必执念, 努力过后, 得失随缘, 自在随心, 一个人从你这里得到福报, 如果辜负了你, 天道规律会把缺你的那一部分, 从其他方面补充给你, 他带走的福报, 也会以另一种方式失去, 所以你尽管善良, 福报就在路上, 谁对不起你, 谁欺骗你, 谁伤害你, 根本用不着着手去报复, 你所受的所有委屈, 伤心和痛苦, 上仓会在另一个时空, 千倍万倍地补偿你, 纠结别人的恶, 折磨自己的心, 放下别人的错, 解放自己的心, 其实你已经很幸福了, 吃饱穿暖, 无病无灾, 隔三差五还能吃顿好的, 偶尔还能睡到自然醒, 肥嘟嘟的一身福气, 人这一辈子, 要是能够逃过天灾, 躲过战乱, 不遇歹人, 不生大病, 就已经是非常幸运了, 要是还能够家庭和谐, 收入稳定, 三五好友, 那更是天大的福泽, 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很苦, 凭什么就你扛不住, 人到了一定的岁数, 自己就是那个屋檐, 再也不能在别处躲雨了, 苦非苦, 乐非乐, 只是一时的执念而已, 执于一念, 困于一念, 一念放下, 自会在于心间, 物随心转, 静由心躁, 世间烦恼皆由心生, 世间皆苦, 唯有自度, 人生就是一半烟火, 一半清欢, 一半清醒, 一半释然, 清醒方觉苦, 释然能自度, 保护自己的最佳方式, 就是从不高估自己在别人心中的分量, 能伤害你的从来不是别人的无情, 而是你心存幻想的坚持, 及时止损, 别希望, 别盼望, 别指望, 就不会失望, 其实人生没有什么放不可下的, 小到邻里之间的纠纷, 大到生死, 你放下也好, 不放下也好, 其结局并没有什么改变, 不同的只是放下的人, 收获了一份轻松和快乐, 而放不下的人, 只能一辈子背着包袱过日子, 不得快乐, 人这一辈子, 可以穷, 可以懒, 可以没本事, 但不能不知恩, 对你有恩的人, 不要请吃饭送礼, 要学会以下三种报答方式, 强者互帮增进关系, 会者祭恩待时回报, 智者搭桥传递善意, 如此感情方可长久, 劝不动拦不住, 那就是命, 但凡一个人拼死都不听劝, 那说明这条弯路他必须得走, 生命中这堂课, 他也必须要上, 因为对于锤子而言, 眼中只有钉子, 人最傻的行为就是急着要结果, 得不到便又急又闹, 殊不知, 老天安排的, 比你自己选得更好, 更周到, 冥冥之中自有天意,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对的人兜兜转转还是会相遇, 错的人晃晃悠悠, 终会走散, 我们这一生, 不需要刻意去遇见谁, 也不需要勉强留住谁, 人与人之间, 最舒服的相处方式就是, 我用真心待你, 但不执着于你, 活在缘分中, 而非关系中。